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气负的问题可能就要训练赛的时候 打得没那么好吧 就可能训练赛的问题也反映到比赛了 结果之后可能就训练赛也要打好 觉得输出高可能和英雄选择有关系吧 就发挥应该还算还行吧 结果赛目标可能就要冠军了 就首先我们是在第一轮就要开始打的队伍 那我们就可能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是才能走到很后面吧 因为后面的队伍都在看我们打比赛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练习不一样的东西吧 就首先NAT选手是一名很强的选手吧 但是我觉得我也有机会可以打过他 那我们要选出比较好的组合 然后多跟队友沟通 然后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取得优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Icon 过来被点的好难受啊 那个画面应该大家都知道 就他那个团团一直被点爆了 这边拿断 这边中路是想来约一下Icon 我有跟过来也不错了 死到了 虽然Taten就在旁边 Iwandy也在 但是因为正面的最重要的输出的Icon 是已经倒下了 就其实他们的对抗是比较劣势的 就对线还是没有那么的好处 这边Icon 是没有闪现的 我感觉Kata会直接拍啊 曙光这边也是过来接纸 他精神Icon 选上下了有点低能换吗 是Kata拿下这个人头 但是巨魔也是换掉了 这边那几个TP来的是一个极格斯 脚一边还要留小卓 只有二级的一个小卓感觉走不掉了 回头的一个望月 他真的一个月之冲锋 是把小卓给换掉 他还想要月吗 我有在逼Night去交一技能 但没有选择交掉的话 他没有选择想墙上就位 原本以为Table 原本是觉得Icon 这里可能失误了 交了一个过于激进的一个向前 倒好 这是巨魔 这个英雄前天战斗力够 英雄前把对方的打野换掉之后的话 配合他战的一个月城冲锋 能够把这个人都再拿下来 是 这W确实 上路这波来了 那这个兵线能推进来吗 但是六级了船长 海王底直接硬扛过来 给了一个柱子封 369的后路 他这也是扛卡过来 先QE小兵刷新 是得给一起的 最后也做掉 哇 369 就连他们最大的节奏点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些单抓 其实真的要脚越上路 还要来 这里 呃 有机会吗 浮野过来 369现在是没有闪现的了 柱子卡住 下两个阵夜 先吃了一口橘子 脚越5级打7级 伤害真的够吗 这边 哇你再过来 等下一个Q 下一个Q1 哦 这边都好了 一瞬间就要上了 应该 但这个是没有闪现的 两边都没有闪 就看369会不会跟这个强体的距离 哎 来了 可以了 到了好了 那应该没了 越之降临伤害也给到 最后通牒二段脚 一个站住很少 最后是由阿乐 把369给击杀 得到 但这个位置也很远啊 369 哎呦 被刮到一个加速 过来硬拉回来 交闪线 我越之降临伤害还打到了 嗯 但这边在Ping信号吗 第一弦摸过来 三六九了 知道是没闪的 这里知道是没闪的 对 感觉要来了 可能是走不掉了 这里 只能反向走 但这波大招直接接狂风绝技踩 哇 火烂滑 在这里也动都动不了 是的 动都动不了 是 但卡塔也没办法 他过来可能也打不过 对 哎 这边也进得拉 这个位置可能不好走啊 打到外圈伤害 是啊 哎呦 进到你这边再拿一个人头 这里 忽然的两拨抓 而且下路这波是 两个拆塔很快的英雄 直接把内塔给拆了 因为上中英雄我觉得太发育 嗯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这个 他也如先 他现在也不想带队打架 比如说这波这KLV 应该是第一线没想到的 对吧 就是 要不然他亏的话 现在经济已经要落后了 但是 对面也打得更不要命 又来了 又是这种不要命的 从浪货高下来 但是阿拉很危险 我闪现走 我想说这个大招 是一个虚弱拉出来 你甚至会觉得 他是不是有点 有是 有点疯的那种 正面的打 这个小鞋手 又来了 跟过去 炸弹有 炸弹有弹 他怎么没有放 没有放 这波感觉是透过一个反打机会 阿拉这里 被拉手 但是大一进场直接把这举手给秒掉了 卡塔也是进来硬换 配合传统那个伤害 把Icon给换掉 但这边还有防御塔 所以正面LNG也不能深追 跑步的人都是残血 首先你是希望对方的一个先手失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回放嘛 就在你的世界上直接拉过来 然后打 硬打就 但第一时间开的其实非常一般嘛 包括Icon的忍受 还可以被留住了 但你可以看到脚越这一波 一二三 是 在空中 JKLV就获得了 是的 他就是没有落地 对吧 就那个 Poleya Kapton 在空中就把他斩掉 把防御塔给 乘了几秒钟 哦呦 小卓出现在的很好位置 然后立即直接给大招的 想直接怪死小卓 小卓大标开起来 那时候脚越底下 在D4也被控住了 大招拉出来 但是自己没有金身 按出来 被秒掉反而是小卓看了一个金身 直到赖成一个Q技能 并没有被带走 我这里 对面369的话 是遇到阿拉在多一个单打三 这边海灯最后空间 D3是没有下 对方的人员来了 要更快一点 阿拉只能用一个攻击 但是被落地推散给推散了 是的 JKLUB闪现的落地推散 是把勾索的二段在墙上 直接打 打 打空掉 卡的很好 那个位置 嗯 就这里聚谋卡柱子 他直接Q1 2 这个人是B死的 然后TOP肯定要卖 对 他就Q完以后 这时候 对 这时候 这时候不想到 传到三个 有点贪 没想到对方有个金车 而且残上 这个收集者 也把他一个选择给斩杀掉了 阿拉有点 可惜吧 他选择下来的时候 上面是有残血 对吧 但是那个B是一个辅助 他也 没有选择上去去杀腹 所以他杀腹肯定也走不掉 对 他是跟369打起 左边的很多技能 或者关键技能 能被他挡掉 嗯 如果用的好一点的话 其实会给他 对大家比较多一个帮助 哦呦 直接指到了 那有高手 直接选择往后拉 还骗了对方的一个虚弱 左这个位置 还好 他下眼就立刻走了 对 也知道那边是维权的一个禁区 是 阿拉这边想打 建树到了 坐上去吗 跟着闪圈坐过去了 但阿拉身上是没有表 有一个血手 远方 听点轰 轰炸轰过来 由他就进来 就吓掉了一个369的一个船长 但JK勒夫从右边 推了一个落者 推了过来 奈特这边上枪系里拉开 但是戴艾康在后面 是先收掉了一个小拙 而且跟上去想要杀奈特 来看看最后的一个PK 打出第一个守护天使 另外一边 卡扎是击杀掉了 财神的矮王帝 但是JK勒夫是被TASEN给处理掉了 卡扎在做一个大招 黄神PK最后是一个爆裂球果 把下方的阵场给拉开 卡扎再一个狂怒西药 是咬死了财神的一个Light TASEN这边 两边打野以后 艾康是被叫了过来 但是不过狗熊应该是要反向 直接走了 一阵锁绑的是脚跃 他绑的目标特别好 是的 看一下这波怎么上 他刚刚 视野一直在 看下边的 对 看亚索跟 乌西安那边单车 是 没想到这爆裂球果 让两边握手言和了 对吧 嗯 那里有一个球果圈架 但下面没有 左手 拍过来 金森 哎呦 阿勒这个一闪 很漂亮 推到了一个JK勒夫 哦 JK勒夫最后这一波很关键 一个阿勒夫 就把有伤害的阿勒夫给处理掉 然后TASEN其实被挂得也很锁链 对吧 把这个伤害有点打不出来 哎 阿勒还在绕 阿勒绕了 绕了过来 感觉说有机会找到JK勒夫 正面进来的TASEN之前 把龙界抢了 这位一技能 定的是奈特 想直接抢杀奈特 奈特这个位置在 还能推动一点 没有滑在一个一技能滑上去了 正面最后打出来 但是这边阿勒 更过一个一技能 先把六板块收下来 369这个位置 血量还有三分之一 但是正面打出了一个守护天使 艾卡还能再站起来 还往底这个位置黏住了 阿勒再过来 369这边应该是很难走了 最后是被一个QT人家站住 很少给处理掉 而且还有大龙 然后我看起来 阿勒是走过来的时候 下了一个睁眼 就现在画面上的一个睁眼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下的 应该是有 哇 这里有被看到 有一个假眼啊 对啊 这时候下控制守卫 这明显知道后面来人了 要不然这边怎么出现一个睁眼 诶 但平衣服上其实是知道他在 对 但是没有想到对面这样开 对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到达位置 就是已经 对的话 因为你双方的 因为主要是被小龙拉扯的 位置太聚集了 就这一波 说实话 JK勒夫已经是 闪见到左边 把一个原本在旁边投蛋的 Light直接给秒了 对吧 嗯 不得不说其实 JK的法盒 确实玩的 有一手 他在决战战户 但你可以看到 其实从中期开始 一直都是Lng在主动找机会 对 就如果你要打什么的话 永远是主动的话 不论 JK勒夫 JK勒夫 但这是个没有闪现的位置 是被后方的Light给收下来 这边阿洛这边想留人了 大招直接坐进去 想要直接抢到Light 只会拨过去 亚古进来 但是狗中这边大招也是坐下来 但是沐国 守护天使又是被打了出来以后 想正面想拉开 又是一个海杂机吹过来 直接一个风 就在两个人前面对急风 他的弹房前 這個QT的人都會第一次卸了 369這邊出發了你自己一個血手 會一波嗎 越高地順利的成功擊殺掉了卡塔奈克 已經接近有三個人 會一波嗎 奈克這邊W是沒有推進下了高地塔的 只能看369了 369現在有幾個桶子 我推到了 我的天 有精神 但是這個位置感覺自己躲不掉 六邊的梅亞已經被炸掉了 369倒下只是小卓了 感覺一波了 這邊還有六秒鐘 這座小卓拿命過來的 又是一個吹風吹起來 我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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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恭喜LH他們錯到了 好的 歡迎來到我們的賽後採訪完結 我是主持人小玉 恭喜蘇中央恩記 影響了今天的比賽 現在來到我們賽後採訪的兩位選手 先給大家個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雅恩記的中央恩 我是上男阿樂 歡迎兩位 首先要恭喜你們贏下了今天這場比賽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現在贏下來之後感覺如何呢 還可以吧 就覺得我們努力是有回報的 努力還是有回報的 那下一個問題問到阿樂 因為其實對於你們來說的話 前兩個B15都是必須要贏下來的情況 才有冒泡賽可以打嘛 那在這之前會不會稍微有一點緊張呢 有一點吧 因為打的是韜伯宿林這種強隊伍 所以還是很不容易能夠贏下來 今天這個比賽的 但是努力永遠都是不會騙人的 今天整個BO5來看啊 好像對於新德拉這一個點 都非常的注意了 在前兩局的時候 甚至是前兩手就選下來了嘛 那是不是在稍微的增強了之後 這個英雄的優先級現在非常高呢 主要我們兩隊的BO5都是可以搖擺的嘛 所以說先搶下來 對BP上面影響比較大 所以說兩邊感覺都很看重這個英雄 在第二局的時候是比較有意思的 先選下來了新德拉嘛 然後在第四手的時候 選出了一個蛇女 這個英雄也是很久沒有出場了 為什麼會選到哪一個 蛇女打塞拉斯跟狗中好一點稍微 稍微好一點 比起新德拉來說 那今天的整個BO5來看的話 好像都是圍繞上野來打的嘛 也打得非常的凶 然後阿樂在線上四級的時候 青鋼影就拿到了單殺 大家都是心中的青鋼影 可能是要發育 可能到中期後期才好打一點 為什麼今天打得那麼凶呢 盧欣安那個雪亮他不回家 我也不知道 那個雪亮的話比較危險 所以看到可以擊殺就上去了 那在第一局的比賽的時候 你們的決策好像做得非常非常好 一波是在對面聽牌龍那個時候 就是打野就直接選擇關燈 先握一下龍 然後再打團 然後還有一波是在大龍的那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是有一個 和諧的視野對面的 為什麼決定了打呢 因為我們那個陣容就是這麼玩的吧 夢魘關燈然後真的找不到凱特的位置 他們就不會 他們就這樣一步一步地看見了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主動拳高很多 你可以看到運用得非常的好 這一套陣容 那在第三局的時候 其實前期青鋼硬是拿到了一個2-0的戰績 其實是非常隨的 我看到阿樂其實也有去找一些機會 但是好像中期那個時候 你們隊伍是有一點點迷茫的 為什麼沒有自己去找一些節奏呢 就上打破的有點快 然後沒有地方吃見了 就那個時候可能不知道該去什麼地方是吧 是的 可能但是在後面的團戰就完全打了回來 完全是一波逆境的完美團戰 那一波團戰可以跟我們說一說是什麼樣子的嗎 阿樂 就最後一波了 輸了就輸了 輸了就下一把 就是完全孤注一致的那種打法 但我覺得第四局的最後一把 好像也有一點如法跑出的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阿樂找到了一個 繞後的進場的機會 然後打了一波完美的團戰 那一波是怎麼去布置的呢 因為上一把也是那個位置 然後被巨膜卡住了 然後下來教練就跟我說那個位置進不去 然後就換那個位置 嗯也是學習得非常的快 那也是恭喜你們贏下了今天這場比賽 今天也是我們的七夕節嘛 請兩位給我們的粉絲們 稍微送一點七夕節的祝福吧 呃祝大家七夕節快樂天天開心 阿樂呢 七夕快樂天天開心 好七夕快樂天天開心 希望大家度過一個美好的七夕節 也謝謝兩位來到我們三夕三方的環節 讓我們把鏡頭交還給姐說戲